可先生却一直对十三照顾有加,还将飞仙徒赐给我 您不觉得这是因为十三和狐族先祖样貌相似的缘故吗 有道理啊,这有狐城中的狐妖何止千万 叶前辈不仅选择了你,还将整个狐族的气域都灌注在了你的身上 所以我觉得,先生定是早就与先祖相识,甚至发生过什么 所以先生才会选择我 对对对,这下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千百年来,人族修士都十分向往我灵狐族的你 我族的那位先祖甚至极有可能曾是叶前辈的道理 小十三,你一定要牢牢抱好叶前辈这条大腿 让我灵狐一族有所依仗,再也不用养人鼻息 是,十三一定会竭尽所能,让叶前辈洗回上我 吵死我了 忍着点吧 组长,咱们这次一无所获,该怎么和老祖交代啊 大家别急,此事交给我 一大早的吵什么 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都受伤了 回老祖宗,十三殿下 我们刚离开有湖城不久,就遇到了黑虎族族人 他们不仅一路上都在找我们麻烦 还联合其他部落合伙打压我们 大家都是因此受伤的 难道他们不知你们是在为本黄做事吗 我们说了,结果他们打得更厉害了 好好好,欺负我不是人是吧 今日本黄便要去灭了黑虎族 灭掉黑虎族 虽然冥仓已经陨落 但黑虎族中仍中夺高手 黑黄大人切莫冲动啊 无必说了,你们灵狐族可有人愿随我同去 那个,以老夫之见,此事还需 算老身一个 老祖族行事一关力求稳妥 这次为何如此激进呢 黑黄此行事为夜前辈办事 既然他说要全灭黑虎族 我灵狐一族岂有不去之理 老祖族三思啊 是啊 之前我们的步步退让 换来的却是他人的紧紧相逼 所以 本座必须要和黑虎族讨要一个说法 好 想不到你也是个性情中人 本黄没有看错你 性情个屁 还不是看你有大佬傍身 否则谁打理你 走吧 咱们现在便出发 剿灭黑虎族 若是其他部族胆敢插手 本黄就顺手一块清理 今日我就要让这南岭天地变色 那是什么 游星吧 快许 快许 别许了 游星朝我们这边飞来了 快闪开啊 终于到了 小黑猫们 你们狗爷爷来了 速速出来受死 有入侵者 黑黄 你来我黑虎族的领地干嘛 自然是看你们不爽 准备送你们一族集体上路 混账 竟敢如此嚣张 灵府之怒 好浓郁的尸杀之气 这次竟然也到了要尊敬 黑黄 快躲开 来不及了 死吧 这可是我黑虎族的最强秘法 游明火 黑黄 你死得不冤 哎呀 他是要让你失望 黑虎一族的最强秘法 难道就是不破防吗 这 这怎么可能 记住 就算投为妖尊敬 那也是有强弱之分的 看 这不科学 凭什么你的实力如此强和 因为我有主人相助 你再怎么修炼 也不可能追得上我 你休要嚣张 等我太爷爷名山回来了 一定会要你好看 又要摇人 你太爷爷什么修为啊 他老人家可是半步妖地 你若是识相的话 就自己离开 今天的事 我不与你计较 但我听说那名山去了不归秘境 已经好几百年不见踪影 不会是已经陨落了吧 休要胡说 他老人家的命牌还好好的呢 是吗 那你赶紧把他请出来吧 忽然的话 我可要动手啊 老人家的命牌还好归秘境